有这么一类疾病 在科技和医疗高速发展的今天 仍然严重着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那就是癌症 英文叫cancer 和巨蟹座是同一个词 为什么和巨蟹座是同一个词呢 因为肿瘤组织的恶性增殖和血管浸润 使其在形态上 宛若一只巨蟹 今天呢 我将和大家一起从癌基因的角度 来认识这只大螃蟹 我是来自基础医学院的吴聪颖 我们之所以谈癌色变 是因为癌症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很高 我们每四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 在这一生当中被诊断出癌症 在患者之中 因癌死亡的人数高达三分之一 现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癌症死亡人数超过900万 不仅老年人患癌 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的目光 关注到了儿童癌症 2018年11月 山东省一位三岁的女童 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 是什么原因 让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癌症呢 这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和讨论 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了吗 是因为食品安全太恐怖了吗 都不是 医学专家分析 可能与基因异味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病例当中 发生了ETV6和NTRK3 这两段基因的异味融合 产生的新的基因具有癌基因的功能 那么什么是癌基因 今天我们就将一起来学习 癌基因的概念 发现简史和它的激活方式 首先是癌基因的概念 癌基因 Oncogen指的是能使细胞发生恶性转化 和诱发癌症的基因 我们以SARC为例 来重走癌基因的发现历程 这段历程啊 凝聚了全世界科学家 半个多世纪的探索 也收获了两座极为重量级的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现在让我们一起穿越回1911年 看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1911年 32岁的病理学家Payton Ross 在洛克菲洛大学的实验室里 发现了一只鸡 这个鸡啊有点特殊 首先它是一只普利茅斯芦花鸡 挺漂亮的 其次呢 这个鸡身上有一处 侵袭能力非常高的肉瘤 看着这个鸡 这个鸡也看着Payton Ross 他想对视了一会儿 Payton Ross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 如果我把这个瘤子的组织提取出来 接种到其他鸡身上 会不会也长肿瘤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Payton Ross执行力非常强 他说做就做 就把这个瘤子取了下来 然后呢他抓了一把干净的细砂进行充分的研磨 再用特殊的过滤装置进行过滤 然后呢他取了不含有细胞成分的过滤液 接种到了另外一个健康的鸡身上 几十天过去了 大家猜发生了什么 对 这个鸡也长出了肉瘤 Payton Ross啊 非常非常的兴奋 他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撰文 报道 鸟类的肉瘤 可以通过非细胞的成分进行传播 他还配了一个特别精美的手绘图 来描绘这个肉瘤的组织形态 但是很遗憾 他的这个发现 在当时完全不受主流社会的认可 这座诺奖也在55年之后 才终于实至名归 那么在这55年的科学研究里呢 人们发现了 这个能够传播肿瘤的这个病毒呢 是这个RSV 是以Payton Ross命名的 Ross Sarcoma Virus 罗氏肉瘤病毒 这55年的研究也确定了 RSV含有V-SARC这个基因 这是第一个发现的病毒癌基因 其中SARC来自Sarcoma Virus Sarcoma肉瘤的缩写 而V呢就代表病毒 什么是病毒癌基因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这是一种存在于病毒基因组中 能够使把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基因 那么这个V-SARC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我们继续穿越 从1911年穿越到1958年 这个时候啊 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进入了DNA双螺旋 解析之后的分子生物学时代了 Howard Taming和Harry Rubin这两位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分离出一株突变的RSV病毒 这个病毒能够完成复制 但是呢 我们看这里 它不能够使细胞发生表情的转换 他们呢隐约地猜测到 这种转换的表情 可能跟病毒的遗传物质有关 但那个时候还没能提出 癌基因的概念 1970年 Steven Martin又在实验室里 分离出一株突变体 这个RSV是一个温度敏感性的 当细胞在允许温度下 被病毒转化 就会发生转化的 被病毒侵染 就会发生转化的表情 产生恶性的增殖 我们能从这个台风蓝的染色 强烈的信号看出 但是这个细胞转到Diven 这个转化的表情就不见了 细胞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这个现象揭示 转化表情的维持 也跟病毒基因的表达调控有关 从这一系列的突变体 Peter Voigt等科学家 就猜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式 这个公式也比较简单 A等于B加X 其中这个A呢 代表病毒的全套基因组 B呢 表示能够维持病毒生命周期的所有基因 这个X是什么呢 这个X对了 就是癌基因 随后呢 人们也确定了RSV的基因组结构 发现了位于三撇端的 能有这种转化能力的SARC基因 那么这个SARC 对于病毒 完成复制 完成生命周期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SARC是从哪来的呢 为了确定SARC的起源 Mike Bishop和Harrod Varmus 与Peter Voigt等科学家合作 发明了一个DNA探针 他们用这个探针啊 去进行杂交实验 结果显示 这一段探针 特异性的识别 鸟类细胞当中正常的DNA序列 这个发现在当时非常的惊天动魄 他们的这个发现呢 是确定了第一个细胞癌基因 C-SARC 因此呢 他们也获得了1989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和物理学奖 生理学和医学奖 这里的C呢 代表细胞 C-SARC在细胞里 V-SARC在病毒上 人们要问了 这两个基因 它们的功能一样吗 怎么样来 来测试这个 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要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 其实呢 就是用分别含有C-SARC和V-SARC的病毒 去氢染细胞 看看谁的转化能力强 那我们来猜一下 谁的转化能力强啊 C-SARC还是V-SARC 对 结果显示 V-SARC遥遥领先 C-SARC具有 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转化能力 就是说在我们的细胞里 所含有的这个癌基因 它不那么强 那这两个基因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转化能力弱的C-SARC 又是怎么样被激活成 转化能力很强的V-SARC呢 这个呀 就让我们需要去了解 SARC的编码产物 SARC蛋白 这个蛋白呀 含有三个结构域 靠近细胞膜比较近的呢 是SH3结构域 连着SH2 最下面呀 是它发挥活性的 基酶结构域 Kines Domain 这个基酶结构域 还连着一个小尾巴 大家可不要小瞧了 这个尾巴 上面有一个 很神奇的527位点 这个位点 一旦发生磷酸化 整个SARC 就处在了一个 自我意志的 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种状态呢 也是我们看 C-SARC细胞的这个癌基因 它编码的蛋白 所能够具有的一种 自意志的状态 V-SARC 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看 跟C-SARC比 V-SARC短了一截 短的这一截 恰恰就在这个尾巴 而且正好 是从527开始丢失的 因此 V-SARC不能够在这个位点 被磷酸化 它处在了一个 持续的激活的状态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V-SARC的转化能力 如此的强 那么一旦被激活 SARC蛋白会产生 一系列复杂的 细胞生物学效应 引起细胞的迁移 引起增殖 引起细胞细胞连接的改变 对于肿瘤细胞来讲 它逃逸细胞周期 检验点的监控 它对抗细胞凋亡 会引起它的大量增殖 而打破细胞细胞间的连接 增加细胞的迁移能力 会促进它的侵袭和转移 因此当SARC被激活 不仅仅引起肿瘤的发生 还会引起肿瘤转移的增强 SARC的这段发现 概括了癌基因的发现史 在这大半个世纪里面 许多的科学家 为之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SARC不仅仅发现了 第一个病毒癌基因 发现了第一个细胞癌基因 也打开了癌症的分子遗传学之门 那我们刚才讲到SARC的激活方式 细胞里的癌基因 很多都和它一样 本身不具有强的转化活性 而是经过正常的原癌基因 突变或者表达水平的异常升高之后 才转变成为具有高转化能力的癌基因 都有哪些激活的方式呢 我们来看 主要有四种 基因突变 基因扩增 获得启动子 获增强子 以及染色体异味 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呢 基因突变 它讲的是啊 在我们这个遗传信息的语言当中 个别的字样发生了改变 一整句话的意思就变了 对我们遗传信息的表达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基因扩增 获得启动子 或增强子 它的这个效应啊 是这个转路的产物 在量上有大大的提高 最后一点 染色体异味 原本在不同染色体上的两段基因 通过异味融合成了一个新基因 这个基因有很强的恶性转化能力 这样也产生了癌基因的效应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 有一个在癌症当中 突变率高达三分之一的基因 RAS 它发生的就是点突变 在单一位点上突变 使得RAS不能够水解GTP 保持在了很高的激活状态 这种突变会大大增加患癌风险 另外呢 跟乳腺癌高度相关的HER2基因 以及在多种癌症中都显示 跟癌症的发生正相关的CMIC基因 都发生了 它们的转路产物含量大大的增高 癌细胞呢 它里面的这种基因组的稳定性很差 染色体的断裂和重排都异常活跃 在这种情况下 就容易发生染色体的异味和融合 我们前面讲到 那个三岁患癌的小女孩 她产生的ETV6和NTRK3融合基因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在12号染色体上的ETV6 和15号染色体上的NTRK3 这两个基因呢 断裂异味融合 产生了具有致癌效应的融合基因 那对于癌基因和它们编码产物 激活方式的研究 也推动了精准医疗的步伐 现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多种SARC抑制剂 此外呢 我们的中国科学家 也在1986年和1992年 分别发现了全反式微甲酸 ATRA和三氧化二参 对抗APL 这一类急性早油粒细胞白血病的 靶相治疗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最近上市的NTRK3的移植剂 渴望有效的去治疗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位三岁的小女孩 患上的罕见的分泌性乳腺癌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 关于癌基因和各种激活和突变 还有癌症的这种高发性和高的致死率 大家是不是有点惴惴不安啊 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并非所有的基因突变都会引发癌症 在2018年12月 Science上有这么一篇报道 我们来看 健康人的食管上皮肿 在座的都是健康人 突变细胞的比率可以高达八成 我们有这么多的突变 这么多的突变细胞在身体里 怎么我们还这么健康 我们如此的幸运啊 是因为我们的机体 其实是有屏障的 我们可以去识别和清除 这些突变的细胞 可以去免疫他们 因此呢 能够维持我们正常免疫力 有利于降低突变频率的生活习惯 都有利于预防癌症 我们来看看 这些生活习惯 哪些是有利于癌症的 有利于预防癌症 饮食均衡健康 我们要做到 不抽烟 是的 我们要做到 不过劳 这一点也很重要 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很有重要的保护 那么经常日光欲 好不好呀 对 日光欲如果过量了 就会引起基因突变 那么适度锻炼身体 是好的 对于这一点呢 不滥用抗生素呢 对 我们从免疫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也是有利于癌症的预防的 好 下课后呢 还希望大家自学这两篇文献 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癌症 它的发生 是有年龄的相关性的 那么目前 它的中卫发生年龄 在66岁 我们从癌基因的这个角度 从癌基因的激活方式 和突变 这些角度 怎么样去理解 癌症发病率 与年龄的相关性 此外呢 我们知道 这个疾病的早针早治 对于疾病的控制 是很有效的 那么从癌基因的角度 我们怎样推动癌症的预防 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 癌基因的概念 癌基因的发现减识 以及激活方式 目前呢 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和治疗 诊断手段的进步 像乳腺癌 男性中的肺癌等 癌症呢 已经呈现下降的这种趋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 把癌症变成慢性病的那一天 将不再遥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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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